24小时跟家人紧密的宅在家 如何保持预测的干爽芬芳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今天我可是在家录影 因为我已经在家工作大概十几天了 那不晓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因为疫情的关系而被困在家里 其实被困在家里有一件事情非常的烦恼 就是一家大小24小时紧紧的绑在一起 客厅、浴室、厕所、洗手间 到处都是可以会跟家人擦身而过 那我觉得最让我困扰的啊 就是预测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味道 像你在客厅可能点蜡烛啊 或者是放那种那种熏香灯 可是在预测其实很不适合喷香水 以及非常不适合点蜡烛 你知道为什么吗? 预测的异味通常来自于什么样的地方呢? 通常来自于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线 另外一个就是黎菌或是细菌的滋生 那来自于管线的话 包括我们的排水口以及我们的马桶 那这些水流出去的地方 其实就是收集我们那些废弃物 或是一些排泄物的地方 那当这些排泄物它被分解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些硫化氢或是氮的化合物 那它们结合就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闻到臭鸡蛋般 非常不讨喜的一些气味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不快 所以当浴室出现这类型的味道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去检查 是不是管线双脱破损 那有一些浴室它明明就是新的 但它其实就有出现这样的味道 我们可以去检查是马桶 其实它是不是有可能没有安装好 而导致它不应该出现的一些气泄漏的出来 那另外就是在细菌或是黎菌的滋生 它其实也会产生一些令人不快的味道 很多人会使用香水想要去掩盖浴室里面的异味 但它其实完全是没有帮助的原因是因为 香水的香气分子跟我们浴室里面的异味 它其实是没办法去做综合不去消敏的 那其实只是一种感官上的错觉 那其实异味还是在 而且有的时候香水的香气跟浴室里面的异味结合 反而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不讨气的味道 所以啊其实我们在预测啊真的很不适合用香水 这个香水的味道可能会让你的预测更不舒服 那像我自己啊会在我的预测放很多芳香喷雾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芳香喷雾 因为芳香喷雾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就是一喷出来可以立刻改善空气的那个味道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芳香喷雾啊 就是它已经就扎扎实实的放在我们家的预测 随时随地 我们有的家人喜欢A品牌 有人喜欢B品牌 就是看看它喜欢什么样的味道 它就会习惯在它用完预测之后 随时随地这样在空气中喷一下 可以留给后面那个人很愉悦的使用气氛哦 那第一瓶啊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ESOP 那ESOP其实应该是我们家人都蛮喜欢的味道 那这个室内芳香喷雾啊 它其实是赛希拉室内芳香喷雾 那其实ESOP的室内芳香喷雾它有三款 其实都是一些城市的名品 它的味道啊是属于有天竹葵 还有广获香跟橙花这种很低沉的木质调 所以你喷完之后啊会再预测小小的空间 好像让你已经跳到了希拉那种 有点古色古香的城市 让你沉浸在那种很古老的城市里面 好像不是在厕所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味道啊 其实是我们家某一个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就是它的味道蛮成熟稳重的 瞬间改变厕所的气息 第二个啊是ESOP的这个肉桂跟松针的室内芳香喷雾 那这一瓶啊我大概已经真的快要用完了 那之前我有在我的直播有介绍过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啊其实是百分之百的天然居家的一个香氛系列 它后面还有Vegan 就是它也是纯素可用哦 它全部都是用大自然清新的植物精油来做 所以它完全的无毒 那它这个肉桂跟松针 肉桂可以减少疲惫感 松针呢可以进化室内的空气 所以也非常适合现在防疫期间可以进化空气使用 那大部分的人啊会把这个放在就是一进门的地方 或者是其实居家的空间每个地方都可以喷 那我喜欢就把它放在预测 因为我觉得一喷下来啊会有那种松针的味道 好像我已经置身在大自然 所以我觉得这瓶也非常非常的推荐哦 接下来是这个克兰师的蓝色宁静水 其实他会想说奇怪 蓝色宁静水不是它就是喷身体跟香氛的一个香提物吗 为什么我要放在预测呢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那这个味道我们家小朋友非常喜欢 一喷完会有在宁静海洋的感觉 那它里面呢其实也用到了四种植物精油 像是法国罗勒啊 然后鸢尾花啊 薄木啊跟安息香 重点是它这里面呢 其实含有70%的酒精哦 所以呢它喷完之后呢 会留下来一种就是很清爽的味道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异菌的效果 在肌肤上面会留下那种自然精油的滋润 不会让皮肤很干涩 整个预测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一瓶我也非常的推荐哦 接下来是3的这个精油香粉喷雾 这个精油香粉喷雾啊 其实在6月中才会上市哦 那我是抢先拿到试用 那3啊他们在6月推了三款精油香粉喷雾 那我手上有两款 他们怎么分呢 他们其实这个精油香粉喷雾是设计给家里的空间使用 那有三瓶嘛 一瓶是就是入口玄关跟客厅可以用 另外呢还有书房可以用 另外还有卧室可以使用 那我现在要推荐呢 是这个就是入口 就是入门玄关跟客厅可以使用的这个方箱精油喷雾 它是用绿色的草本气息 所以一喷完就是那种很清新的草本味 那前调呢是会让你有清新的感觉 中调会略带一点花花的甜味 里面呢用到了茶树精油 还有澳洲的优加利的精油 所以这两个精油啊 其实有点抑菌的效果 会让你的空气非常的进化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非常推荐使用这个 那另外我还要再讲啊 因为现在大家蛮多人在居家工作 其实居家工作需要的是专注力 那它这个在书房使用的这个喷雾啊 它加了一些迷迭香的味道 可以让你非常的专注认真工作 除了室内芳香特务之外啊 其实Dipty最近有新出了一个叫香醋之水 它有很特殊的妙用哦 在1628年在属义黑死病非常盛行的时期的时候 就有一只醋非常的著名 它叫做四贼之醋 那为什么它会叫四贼之醋的原因 就是那时候其实有非常多人 因为黑死病因为属义而上命 那其实就有一些不孝分子 想要去窃取他们身上一些财物 那他们为了自保 他们就使用醋 所以当这些盗贼他们被逮捕的时候 大家就非常好奇说 为什么他们也许去接触这些 阴病嗜血的一些人们的尸体 但他们身上都不会被感染 原因就是他们在工作 他们在作业之前 会利用四贼之醋 去擦拭他们的身体 以及工作之后 也会利用他们来消毒 让他们可以免于去受到感染 那四贼之醋它的成分里面除了醋以外 还有一些芳香物质、芳香分子像是薰衣草、迷迭香、薄荷 或是柑橘类 或是一些辛香料的丁香、肉桂等等 利用这些醋的消毒、收敛的一些功能 加上精油的一些功效 让他们防止去受到鼠疫的感染 那其实大家非常熟悉的法国品牌 TipTik它也有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商品 叫做香醋之水 相对来说比较少人知道 那它其实是取自于19世纪的一个配方 它里面结合各种植物、木质调跟辛香调 对于我们的空间进化跟清新 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使用方法 就是我们取一杯热水 搭配上我们的香醋之水 将这个热水装在杯子里或是盆子里都可以 将我们的香醋之水倒入我们的热水中 透过它的水蒸气去蒸散它里面的香气 跟那个醋的挥发性 去马上立即改变我们空间中的一个耳味跟异味 所以它的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最近除了我们原版在旗舰店 可以买到香醋之水以外 它还推出了一个地中海版本 里面有一根可爱的薰衣草 所以它的味道来说的话 或者更是加强一些草本植物 像是薰衣草 迷连香 然后 Tyme 百里香 以及更多一点花香的香气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除了室内芳香喷雾之外啊 我还有两个小东西要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啊就是这个Esof的侧后点滴 市面上可能没有其他类似的产品的 它就是呢就是你每次在马桶上面 嗯嗯结束之后呢 冲完马桶之后呢 你就打开来点个两三滴 它立刻味道瞬间没有 因为呢它这里面啊是血溶性的精油 它里面放了柑橘皮 还有一蓝一蓝跟橘皮 所以呢它可以去立刻分解厕所的那个异味 立刻让气味消失 所以这个侧后点滴真的只要点个两三滴 立刻就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异味了 那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使用方法 除了点马桶之外呢 你也可以让你的预测 这个如果要保持很香的味道之外 你可以在你的洗手台 加一点点水把它点进去 也可以让你整个洗手台 洗手间的味道能够很香喔 最后啊就是这个Bondai Wash的表面清洁喷雾 像我以前啊会在我们的马桶上面啊 放那个酒精 就是我就是有点龟毛 就是即使是自己的家人 我还是有的时候会上厕所 想要就是酒精喷一下变座 然后擦一下 那自从有了它之外 我就把酒精给拿掉了 因为呢这个Bondai Wash的这个表面清洁喷雾啊 它其实是一个多用途的清洁喷雾 人造食材啊 木石啊 水泥啊 瓷砖啊 还有那个马桶变座 其实都可以使用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把它 喷在马桶变座上面 或者是喷在卫生纸上面 就是你只要是就是上完厕所之后 你就在表面上擦一下 它就会散发出一种很自然的 植物精油的味道 而且它这里面你看上面有写说 可以杀死99.9%的细菌 所以它就保持你的预测非常的干净 而且还有味道清新 所以这是给那种非常处女做龟毛的人使用 以上就是我推荐几款室内芳香喷雾 可以让你的客厅预测卧室 随时保持清香喷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保养彩妆头发 或者是居家防疫的保养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